我注练那么多 看他们那么多个案 最难放的还是这个琴词 那我就跟各位讲过 以前我在注练的时候 我们北部某一个佛式的师姐 她还是注练团的团圆 那么她要往生的时候 她是得肝癌末期 要往生的时候 那个肚子胀得很大 那她家是住别墅 在我们新别墅的信殿区 那么连友跟法师 已经去住店一天一夜了 她还是没办法收报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放不下这个琴词 后来有一位张师姐请我去 那我一看她家整个情况 那么她的师兄 这位病人的师兄 没有学佛 那我就跟她的师兄讲 我说师兄你等一下跟你师姐说 我用台语跟那个师兄讲 她说太太啊 你不用担心啊 你安心去阿弥陀佛极度世界啊 你往生以后呢 我绝对不会再去欧太太啦 这个家永远是我们的啦 这个钱永远是我们的啦 我说你讲这样就好 剩下就换我来 那我去跟她开示呢 当然不是讲这样 我就要讲 四圣地苦极昧道 所要隐言 无名行事 明寿六路 触寿爱其友 生老实 那我这样给她开示 大概三十分钟以后 后来我回到家以后 那个请我去 那个师姐就跟我讲说 黄书兄黄书兄很好用耶 她已经断气舍爆了 你看她要往生了 她还是放不下 这个占有心 这个情子 这个我贪 我爱 其实万般将不弃呢 我有夜水深 她什么也带不走 身体也带不走 金眼珠宝带不走 丈夫带不走 小孩也带不走 房子也带不走 但是她就是牵挂 她就是放不下 绝大部分都是 都是这个眼灵 所以不能够往生自在 不能够生死自在 所以词我就说